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各位出席本月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我看到今天来的朋友非常多 刚才了解了一下 这是来自解放军后勤学院的师生们 欢迎你们 首先呢 我先发布一条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相关的问题呢 前几个月呢 也有记者在不同场合询问过我们 这就是 关于我军将要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7 并且承办六项赛事的情况 近年来 中国军队连续三次参加俄罗斯主办的国际军事比赛 为增进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参赛国军队友谊 加强训练领域交流 促进实战化水平提高 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际军事比赛2017将于7月29日至8月12日举行 经与俄方协商 我军将承办其中六项比赛 分别是在新疆库尔勒训练基地举行的 苏罗洛夫突击部战车车车组比赛 擎空防空导弹兵比赛 安全环境核生化侦察组比赛 军线能手武器维修比赛 在吉林省双辽四平长春机场和太平川靶场 举行的航空飞标比赛 在湖北省广水好地训练场举行的空降牌比赛 此外 我军还将出国参加九项比赛 包括赴俄罗斯参加坦克两项 坦克车组比赛 侦察兼兵 侦察班组比赛 俄尔布鲁士之环 山地步兵分队比赛 修理营 坦克修理比赛 海洋之环 舰艇比赛 海上登陆 陆战队比赛 天空之药 地空导弹分队比赛 赴哈萨克斯坦 参加狙击边界狙击手比赛 和无人机班组赛 好 下面请大家提问 第一个问题 近日全军新调整组建了84个军级单位 调整之后呢 各军兵种部队的比例会有怎样的变化 对于战斗力会有怎样的影响 有一些消息称呢 说陆军集团军将会启用新的番号 发言人能否介绍一下集团军调整改革的情况 另外呢 我们注意到辽宁舰的原舰长张征 作为军级单位的代表亮相 发言人能否透露一下 他是哪一个军级单位的军事主官 这一个单位是否和航母发展有关 第二个问题还想再问一下 26日凌晨 美韩将萨德反导系统的相关组件 运至了部署地点 同一天呢 中俄两军在莫斯科举行了 第三次反导问题的联合吹风 此前呢发言人曾经讲过反对部署萨德中国军队 绝不是说说而已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没有补充 那么美韩执意部署萨德对于地区安全 对于各方携手应对朝核问题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怀疑你把今天记者们的观众点问的都差不多了 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包含了三个小问题吧 我认为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全军调整组件 84个军机单位的这个事情 那么调整组件 84个军机单位 是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整后 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加强 新制战斗力比重提升 部队编程更加充实 更有利于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第二个小问题呢 是关于陆军集团军的调整改革情况 那么中央军委决定 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 调整组件13个集团军 番号分别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和83集团军 调整组件新的集团军 是对陆军机动作战部队的整体性重塑 是建设强大的 现代化新型陆军迈出的关键一步 对于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 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小问题呢 是关于张征同志的 张征是一名精力丰富的海军军官 曾经担任中国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的舰长 多次完成重大任务 他已经晋升为副军职 相信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更大贡献 你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萨德系统正式部署的 那么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 中方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 做了大量劝和促谈的建设性工作 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部署 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军队将继续开展实战化针对性演习训练 以及新型武器装备作战检验 坚决保卫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美两国元首会务期间 我们注意到军委联合参谋部 房峰辉参谋长作为军方代表参加了相关活动 外界据此分析认为 两军关系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已经越来越重要 请问对此作何评论 另外两国军队将如何落实双方元首达成的共识 你这两个问题呢 我可以一并给你做一个回答 4月6日至7日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元首会晤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两军关系发展规划了蓝图 军委联合参谋部房峰辉参谋长作为代表团成员 参加了相关的活动 正如习主席指出的 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 中国军队将坚决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两军各级别交往 发挥好对话磋商机制作用 落实好年度交流合作项目 用好并不断完善两大互信机制 下一步 我们愿与美方建设性的管控风险 妥处分歧 不断增进两军互信 推动两军关系 在新形势下取得更大进展 希望美方与中方共同努力 相向而行 为两国关系增加积极因素和实质内涵 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贡献正能量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不积魁步无以至千里 希望中美两军能够稳步前行 击互信 妥处分歧控风险 合作共赢至千里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有媒体称 随着中国第二艘航母的下水 中国一共需要六艘航母 第二个问题也是与之相关的 就是为了支持航母在全球范围的作战行动 中国需要在全球建设军事基地 那我就想问 根据中国国防部的计划 一共打算建造多少艘航母 另外是否准备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计划 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 来支持航母的行动 谢谢 首先先回答你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航母今后的发展问题 那么中方有关部门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统筹规划航母发展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航母基地建设的问题 那么航母主要的路上保障设施 包括航母的驻驳港口 舰载机 驻屯机场和训练保障设施等 是航母部队日常活动的主要依托 关于相关路上保障设施的建设 将根据任务需要统筹规划 至于您刚才提到 因为有了航母就要在全球建立多少个海军基地 我觉得您可能想的太多了 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 就是很多网友对这个新的航母 刚下水这个新的航母的名称 有一些投票 那我想知道这个名称确定了没有 然后我们在这个投票的名称的过程当中 有看到有人取这个航母叫台湾号 有人取这个航母叫山东号 那的确是有专家提到 就是说这个新航母的下水改变了台海局势 那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突破第一岛链绕行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关注 那我就想问一下 日后这个航母的训练 绕行台湾的这个部分 会是一个例行的训练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问 第三艘航母在舰的进度怎么样 谢谢您 关于第一个问题 您提到的这个网上 有些人对这个航母的名称做了一个投票 我看了以后我感觉这应该是 网友自发的一种行为 因为我注意到 还有人把这个航母命名为皮皮虾号 也有不少人投票 那么我军呢 对于海军舰艇的命名 是有相应的规定的 通常会在舰艇交接入列时候公布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今后航母会不会就是到哪里边去训练 那么航母的训练海域 是根据行事任务的需要而确定的 那么你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关于这个今后其他航母的这个建设情况 刚才我已经讲了 中方有关部门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统筹规划航母的发展问题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中央军区透露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月底 将会派一个代表团访问他们这个军区 交流作战训练的经验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中俄两军在一个月内就反导问题 进行了两次吹风会 请问今年以来 中俄两军加强务实交往 是否与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有关 谢谢 中俄两军关系 展示了两国战略 互信和战略协作的高水平 体现了两国共同应对新威胁 新挑战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决心意志 近年来 中俄双方始终把发展与对方的军事关系 作为对外军事合作的优先方向 在今年过去的这四个月里面 两军召开了两次反导联合吹风会 就举行海上联合2017演习 国际军事比赛2017等保持了密切的沟通 就在莫斯科时间的今天下午 两军还将在俄举行第19次战略磋商 此外你刚才还提到的中国军队有个代表团访俄 那么这个呢是中青年军官代表团 该团于4月24日至5月1日赴俄罗斯中部军区访问 参观俄有关部队 并就联合作战指挥 部队训练和管理等座谈交流 此访旨旨在增进中俄两军中青年军官的 相互了解与信任 为两军关系的不断传承和长远发展 打下人脉基础 可以讲中俄两军关系有高度 有宽度 有深度 有精度 我们愿意与俄方共同努力 不断推动两军关系向前发展 为维护两国的共同利益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任以来 已经访问了多个亚太国家 请问中国是否将于年内邀请马蒂斯访华 谢谢 近年来中美两国的防务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保持着友好往来 中方欢迎马蒂斯国防部长和美军的其他领导人 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尽早访华 受朝鲜邦道的警战形势的影响 最近有很多报道中中方 报道说中方加强了边界部队的力量 或者北部战区进入一级或者二级战备状态等等 能否证实这些报道 面对朝鲜核实以及朝美冲突可能性上升的局势 中国部队在东北地区当採取了怎么样的应对时代 谢谢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你可能不太关注我们的国防部发布的官方的微博微信平台 如果你要是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已经对有关的 所谓中国向中朝边境大规模增兵等等这样一些报道 及时做出了澄清 这样一些报道都是不属实的 所以你提的第二个问题 那是一个假设性问题 你知道我们是不回答假设性问题的 我有两个问题问您 一个是我们知道中国军队院校的改革 还有研究机构的改革现在已经启动 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 第二个能不能请您再详细地说一下 中俄两军关于反导系统和撒到部署的吹风会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具体点的内容 谢谢 关于第一个问题 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改革 主要是适应新的领导指挥体制和规模结构的要求 坚持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 面向未来 重塑重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和我军特色军事科研体系 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论技术支撑 目前这方面的改革正在有序推进 我们将要根据改革的进程 适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莫斯科时间的4月26日下午 中俄两军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 就全球和地区的反导形式举行了联合吹风会 这也是中俄两军去年以来举行了第三次 就反导问题的联合的吹风会 那么相关的吹风会的一些具体内容 请你查阅一下我们的国防部的官微 我这里就不再耽误时间了 据韩联社的报道 驻韩美军已经于当地时间26号凌晨 开始往新州高尔夫球场搬运萨德反导系统 据韩国军方透露 这次搬运的是萨德反导系统的 移动发射台和X波段雷达等装备 报道也称这个就标志着 反导系统将正式投入使用 请问在刚才的这个表态基础上 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补充 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对于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部署 中方一贯是坚决反对的 那么中国军队将继续开展实战化 针对性演习训练 以及新型武器装备作战检验 坚决保卫国家安全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四月以来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营救两艘遭海盗袭击的外籍船舶 请问这是否表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 强力反弹 对此中国海军护航编队采取了哪些措施 谢谢 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么2008年的12月 经联合国授权 中国海军派出首批舰艇编队 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截至目前 已经先后派出26批护航编队 共安全护送了6000余艘中外船舶 其中半数以上为外国船舶 或者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船舶 如你刚才所说的 今年以来 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强力反弹 袭船事件大幅度增多 4月9日 中国海军御林舰成功解救了一艘 遭海盗劫持的图瓦卢籍货船 保护了19名船员的安全 4月15日 中国海军衡阳舰查证驱离疑似海盗 成功地营救了一艘巴拿马籍的商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海盗威胁 短时难以消除 护航行动将是中国海军的一项长期任务 中方将继续常态部署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保障国际重要通道安全 发挥更大作用 我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关于增强军人荣誉感的一个问题 习近平也曾提出要增强军人的荣誉感 我们发现 今年以来在郑州 成都还有北京等地的机场 已经相继开通了军人优先通道 对此想请问发言人对这方面有没有具体情况可以介绍的 什么时候我们在全国机场可以普及军人优先通道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补充一下航母的最新下水的国产航母的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的下水仪式也让国人非常的振奋 然后相比辽宁件我们想了解一下那个国产航母在自主研发道路上具体实现的哪些突破 然后技术难点在哪 虽然那个这几天也有各大媒体还有专家在做解读 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国防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权威的解释 谢谢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 据向有关部门了解 军委后勤保障部正与中国民用航空局按照计划 推进军人依法优先通道这样一项工作 这是落实习主席关于军人荣誉制度体系建设指示的重要内容 是军地共同协作提高卫军服务水平的一件好事 也是中国民用航空局落实国家相关军人权益保障法规 卫军真情服务的实际举措 应该说这项举措受到了广大军人和军署的热烈欢迎和肯定 昨天中国的第二艘航空母舰成功地出雾下水 这艘航母完全是由我国自主开展设计 它的设计和建造中吸收了辽宁舰科研试验和训练的有益经验 许多方面都有新的改进和提高 在国产航母下水之日 台湾媒体报道 即将接任台国防部参谋总长的李启明 26号上午在台立法院证实 台军方向美国采购两艘二手佩里级巡防舰 将在五月份同时抵台 李启明指出舰上可能将安装雄风三型反舰飞弹 他还说这些导弹一定是很好的 别人很在乎的 请问别人指的是谁 凡人对此有作何回应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讲两句话 一句话是我们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第二句就是 任何以武据统的企图都注定没有出路 那么今年是建军90周年 想问一下我国会不会举行阅兵 有没有相关的准备情况可以透露一下 谢谢 关于这个问题 上个月我的同事已经在例行记者会上做了发布 目前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补充 这一类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媒体认为 昨天中国的第二艘航母下水 国内民众是欢欣鼓舞的 但是每当中国的邻国 日本有扩军之举的时候 中方总是表示出了担心和警惕 这是不是中国在搞双重标准 请您评论一下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记得之前公布18个集团军翻号的同时 是公布了解放军总人数的 想问一下现在军方有没有公开解放军总人数的计划 第三个问题是您刚才提及 希望美中相向而行 合作共赢 但是26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 在中医院作证时 指责了解放军快速的现代化 军力已经超越了单纯防卫目的 与区域性潜在的需要 削弱了美国地区作用 请您评论 谢谢 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首先我需要先澄清一点 中国不是在搞双重标准 日本扩充军力 对此保持警惕的绝不只是中国一家 关于原因呢 我想可以用两个看来回答 一是看历史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 给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是看今天 日本当局不但没有反省历史 反而不时在历史上 历史问题上开倒车 比如 4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再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日本内阁高官和国会议员前往参卖 据日本媒体4月17日报道 日本国立文书馆新晋提交了一批档案资料 记录了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未安赴的事实 但是日本政府官员却对此视而不见 矢口否认 4月14日 日本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韦 居然公开宣称 同意将希特勒我的奋斗作为学校的教材 我仅仅是举了这么几个例子 但就在这短短的一周之内 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件 这足以证明日方在历史认知上出了问题 人们有理由担心 一个不肯正视历史又急于扩充军备的日本 今后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会将日本的青年一代引向什么样的未来 会不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会不会再次侵犯其他国家未来的和平与自由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方面需要深刻反省 国际社会需要高度警惕 那么你的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2015年的9月3日 习主席就宣布了 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 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原额30万 那么过去中国的军队原额总数是230万 那剩下的就是一个小学的算数题了 你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注意到了媒体的有关报道 美方的个别官员在涉华问题上 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些观点不过是老调重谈 不值一搏 在海军节的那一天 国防部发布的微博账号 发了一个庆祝海军生日快乐的照片 但是它的配图却是美国的军舰和俄罗斯的飞机 请问 而且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删除 请问对此做何回应 我想需要请你先申明一下 你不是我们国防部的托儿 因为这个问题我本来想要在最后的时候 我主动讲一下的 现在你问出来了 非常感谢你和广大的军迷粉丝一样 对我们国防部发布非常关注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了 配图不严谨 受到了网友们的批评 疏忽在小编 责任领导单 在此我代表小编团队 向所有关注 关心和支持我们的粉丝 表示诚挚的歉意和衷心感谢 确实有的朋友曾经建议我们迅速删帖 或者是关闭评论的功能 但是我们觉得粉丝们爱之深才会责之切 网友的意见是批评 更是爱护 是帮助 我们感到把图和网友的评论留在那里 对于我们是一种警示 这会时刻提醒我们 只有继续努力不断改进本领 才能更好的为粉丝和军迷们服务 那么因为有了你们国防部发布 才会不断的发展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今后会更努力 今天的记者会就开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个月再见 见到今天's press conference see you next month thank you applause applause